朋友们好啊 继续和大家分享新门的实说实说 我们昨天 说到这个 刘少奇 庞真 这一伙子人 在经历了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 七千人大会时 纠责 问罪 公归自己是过伪于人 并且把 究责问罪当成了组织手段 搭建 自己日后 文化大命的时候 批判他的时候 说的那个资产基于司令部 你现在回头看一看啊 现在我们回头看一看 你说当初对刘少奇 这些人 这个指责 那是子虚无有的了 那是凭空捏造吗 你看看刘少奇 麾下的这些少人 从党口到正口 从组织到宣传 从中央到地方 那么是不是 一个民宿 其实的司令部 你再看看日后 环境成政变之后 扳倒了 化业体制之后 以戴尔平为首的 这个环境团们 倒行逆施 就像在刘少奇的追悼会上 邓小平握着汪汪伟的手 说出了那样的一句 自公状一样的话 说 这是一个胜利 什么胜利呢 我吹天听证 刘少奇给平反了 推翻了所有的当初 加在刘少奇 和我邓某人头上的 一切的这些个 这些个罪名 我们成了正确的化身 什么意思 经过了十多年的 所有的失败之后 他们终于反攻倒算了 他们胜利了 他们是谁呢 那当然就是 平反约亚错案嘛 就否定了大革命嘛 是不是 所有的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嘛 还有不敢点毛主席的名嘛 那什么意思 那就是另外一个司令部嘛 针对于另外一个司令部的 我们这个司令部的胜利 是不是 那你再看看 所有的胜利了之后的这个司令部 他们以邓小平为 所谓的为二代核心 在中国全面推行的 复辟资本主义 整套的这个政治经济 文化组织 这是各方面的纲领 那你说 有组织 有领导 从中央到地方 各个大系统 那你说 这波的人当年 是不是一个名副 其实的资产积极 其实的资产阶级斯林坡 一点都不虚 这个罪名 一点都不假 无论是当初 富有预见式的批判他们的时候 从中央大地方 包括人民群众们的这种 判断 还是后来 他们不打自招的自公传 还是他们 所有的改革开放 一直到今天 四十年的 推行的 一直推行到今天 他们的路线 推行到今天 尤其是 他们活着的时候 那晚年的十多年里 他们对中华民族 欠下的 累累的 说的严重点 就是累累血债 昨天我们说唐山 我们不过 不是有过这样的党派吗 是不是 所以 这个司令部这个事 推是推不掉的 后来他们 不以为只翻译为荣 是 几位正统的 是几位 关于所有的正确路线了 但是正确 不正确 是历史说了算 是人民说了算 那么 历史和人民 在改开 四十年后的今天 早已经 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那么 我们再回到 我们 对七千人大会的 这个评述 我们对照七千人大会上 毛主席的自我批评 的讲话 我们看看老人家的诚恨 真振 你在对照着 瞧瞧刘小琪这拨人的表现 我相信任何人都会觉得 这不仅仅是 这不仅仅是 认识水平的问题 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格局 和度量的问题 而恰恰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史 这是人格的高下 所以你看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那时候戴亚平带领的还原团 先后给彭真和刘少琪都平了法 刘少琪这个案子甚至被称为 所谓的共和国第一 第一台冤案 第一案 但是 但是直到今天 80年给他平反 42年 直到今天 我们看看 除了刘少琪彭真 什么这些人 他们自己的子女 亲眷 除了这些人之外 你再去问问 亿万的中国人 还有几个人记得他们 还有几个人怀念他们 尤其后来一些年里 他每个人的故 这个故乡 都是共产党中央财政出的钱 纷纷都建立了他们的所有的故居 作为什么红色 红色什么什么基地 或者旅游景点 有几个人去看他们的故居 有几个人到他们的故居去缅怀他们的所有的丰功伟绩 一个个的故居修的 简直都是 帝王般的标准 豪费了多少 人民的血汗 纳税人的钱 什么时候他们能扭亏为盈 收回他们的前提投资 一直到现在 每个人的故居还养着一般人 一般人罢了 为什么 没有人去 你就硬性的规定着 公款 硬性的领着大家去广安 看邓的随他妈的故居 看他们家地主 老地主他们家的宅子 你看看那个帖子 你看看广安纪念馆底下那些跟帖 十有八九啊 吐唾们 说脏话 咒骂他们 有几句好听的话 在底下留下了 甚至很多关于邓啊 什么的底下的一些个 所谓的一些个帖子 一些个这个纪念馆 或者是纪念园什么的 这个网上的一些 纪念性的场所 最后来评论都不敢开了 是不是朋友 人民 早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了 什么邓呢 什么什么彭真呢 什么刘少奇之流 邓还没忘 邓大家还在骂 主要大家还在骂 那什么刘彭之流 你问问现在八零后有几个人知道他们 姓氏名随 但是人家子女亲眷不一样了哈 那二零一八年的时候 当初北京师范学院的历史系的吧 漫议夫妻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这本书的名字够长和这名字 通过驾轻就熟的运用 偷换概念 一花接木 含糊其词 沾边就上 等等等等 这个通行的先进的马字手段 然后呢通过记者访谈的形式 啊 貌似客观 记者访谈 吹他的爹 那是不予以利 甚至不惜改写了中共党史 和解放军的军史 刘元上将 就在这本书里面 这本神作里面 公然声称 中共的工农党军 嗯 就是 秋收起义的部队啊 哈哈 工农党军一半始于安员 井上山这个 红四军什么呢 井上山原初的部队 是有安员路况的工人 有一部 然后他就说了 一半始于安员 而安员工人当年只听他爸爸的话 我就不知道安员工人 为什么不听李栗三的话 我就不知道安员工人 为什么不听李栗三和刘少奇的顶头上司 毛主席的话 他接着说 说他爸爸 是他爸爸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提出了平原抗日游击战的战略 啊 刘少将的爸爸 说是他爸爸指挥李树念 那进行了中原突围 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虚拟 说是他爸爸指挥了越南战争 抗美原院 说抗美原院的这场仗 他爸爸打指挥的这场仗 甚至比朝鲜战争 就是比抗美原朝打的还巧妙 打的还痛快 就什么意思呢 抗美原朝 毛主席指挥 然后国防委员会主席60年代的时候 中央国防委员会主席刘少奇指挥了抗美原约 这场仗打的比毛主席指挥的抗美原朝打的还巧妙 打的还痛快 我说真是厉害了你的爹 你可以这样写 你可以这样的无耻加无赖 但是你问一问 你在街上访一访 有一个神志正常的中国人信你的吗 信你说的这些吗 毕竟 毕竟人民的眼睛最亮 人民的心最明 他们知道应该把自己的情感和爱 献给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